还有其他你迷茫的吗 有一次我在成都那会儿嘛 我也想就是说 咱俩感情可能确实 没有之前那么好 我也退了一步 就是说想回南昌的时候 给你过个生日 那时候吧 我请假回南昌 当时想给你过生日 还给你买了蛋糕 还给你准备了惊喜呢 结果我下了飞机之后 回家推开房门 你根本就不在家 当时我打电话给你 结果你跟我说 你跟朋友在外面聚会 过生日呢 那也好啊 那既然我回来了 那要不然咱俩 就一起过生日吧 刚好我也能陪着你啊 是不是 然后你当时就说什么 说不用了 这样子回复我 说什么 你要跟朋友聚会啥的 行 那也可以啊 那我说我陪着你 跟你朋友一起过 那样也乐闹一点啊 对不对 但是你又拒绝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 当时你如果提前跟我说 对不对 我正常过个生日 我不要出去过 我还天天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嘛 是不是这个逻辑 当时他一生刀户都没打 我都不知道他来了 后面他有打电话给我 我们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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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通常就是给惊喜 一般都转惊吓 所以不要搞突然袭击 对 不要搞突然袭击 你看你搞的这个 你面对这些现实 你还没有答案吗 我接下来问你 那你现在从成都回到南昌 是因为那边的事业不行了 你回来了 还是因为说 为了这份感情你回来的 为了这份感情 这感情不都不行了吗 但是我心里想着 他之前对我的好啊 我觉得他其实人也挺好的 所以他的心里就会问嘛 我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你那会儿舍我而去嘛 我当时也是为了工作 想追求自己的理想跟梦想啊 不是 那你可以去追求嘛 人家不是让你去追求了吗 所以你走了之后 他才开始创业的 是这个逻辑吧 那他创业就创业啊 为什么对我态度那么仁淡呢 那你走了 人家可能就这感情就淡了嘛 甚至人家还想分手了嘛 但是我不想跟他分呀 在你们走之前 谈过是要结婚什么的吗 谈过 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有说过这个事的 那现在回来这事 还算不算数呢 算数啊 我回去之后 我也跟他说了呀 我说要不然咱俩 见个父母吧 谈谈结婚的事情吧 然后他也不答应 说不想见父母 不想把我带回去 所以实际上面是 你还想维持承诺要结婚 人家已经不想了嘛 那他自己做出来的事情 也很过分呀 那之前我们俩都已经聊好了 说存钱结婚买房什么的 那他倒好 他把那个结婚买房的钱 拿出去做投资了 他是不是压根就 没想跟我结婚呀 这个是你们俩一起攒的 里面有公交的钱吗 那是我自己的钱 自己的钱 是他自己的钱吗 对 当时我跟他说好 那他自己的钱 那他愿意干嘛就干嘛呀 这跟你有啥关系呀 姑娘 但是我们之前说好了 要结婚什么的呀 而且我也想要 跟他在一起结婚呀 当时是这样子的 当时是准备 把这笔钱用来买房的 但是我后面 在他离开了之后嘛 我也有我自己的工作 就找到了一个时机 就感觉这个创业的话 就投资比这个买房 要划算得多 所以说我选择事业为主 行 听明白了 不喜欢就直接跟人说嘛 干嘛还非说喜欢呢 小子 担心什么呀 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那个 因为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就离开了我 对呀 所以我说你不喜欢 你就告诉他嘛 你也够任性的啊 想要就得给 不想要就可以放 再想拿回来的时候 还想保持那个温度 怎么可能呢 各位看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